好 国际间中的消息 还要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五度通话 是在台湾时间28号的晚间 8点33分左右开始 两个人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又17分钟 聚焦了乌尔战士以及美中的合作 那么当然也谈到了台湾的议题 好 拜登重申了这个一中政策 并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 至于习近平的部分 则是警告美国要恪守一中的原则 否则玩火必自焚 但是在双方会后的声明 倒是有一些出入了 中国官媒新华社指出说 拜登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白宫的简报当中 并没有用到一个中国这个词 只说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而外交部表示 美方在通话结束之后 第一时间就有向我方来简报 好 不过除了球场争议 我们还要来关心就是 这个林志坚今天是跟桃园市长 郑文灿来到公庙参拜 外界也很关注的是论文事件 那么甚至昨天也传出说 他亲自到总统官邸 来跟蔡英文商讨对策 外界呢这个揣测 是否会撤换人选 林志坚现在也澄清了 说没有这样子的打算 但即使国民党在炒作议题 对于论文会全力用证据说话 好 选战焦点还要来关心的就是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29号上午公布了台北市 12行政区后援会的会长 并且把主题定为不舍 因为陈时中证为说台北停滞不前 没进步啊 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后援会来 凝聚基层的需求 由下而上的来拟定政策 让台北进步 而另外面对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开酸 说应该要来恶补内湖交通的问题 陈时中也做出回应 他说内湖的交通一看就知道不好 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才是关键 而另外还要来关心的就是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亚洲行 即将是在美东时间的29号来启程了 那么预计将会访问日韩 跟新加坡 马来西亚 但是究竟会不会到台湾呢 现在还没有定案 那么对此呢 白宫方面呢 是没有表达立场的 而我国外交部呢 是也没有做出评论 至于国民党立委 赖世保则认为说 只要来的话都欢迎 而民进党立委林静颖呢 他则是表示说 影响他国的重要领袖出访的行程 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就看得出来 现在对于印太和平最大的威胁 就是中国政府 但其实呢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呢 是美国总统继位的第二顺位 所以访问台湾 对于中国而言 的确是严重挑衅 因此中国也扬言啊 说要是裴洛西访台的话 将会派出歼16 歼20战机 在东海上空半飞拦截 好 其实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天气的消息了 首先要来看到就是啊 今年编号第5号台风桑达在昨天行程 以目前的路径看起来 对于台湾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呢 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目前呢 在台湾的东方海面上的 这一大片低压带 好 这大片的低压带 会对于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来看到这个时间点 好 这个季风环流也就是低压带呢 它最从今天开始呢 就会在台湾附近徘徊 那么也会让今天午后呢 开始下起雨来哦 因此呢 这个各地的温度会稍微往下来降 预计最低温是23度左右 那么到了下周一 下周二呢 是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时间点哦 到时候呢 会通过台湾 因此呢 也会为台湾带来比较大一点点的雨势 好 到了下周三 周四呢 各地的天气状况呢 依旧是不稳定啊 影封面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 因此我们要提醒大家 未来这几天都会有降雨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国内的确诊人数是突破了 400万人 那么金管会也统计了 今年以来截至7月25号为止 房业理赔金是已经达到了319.45亿元 这也让许多的产险业者大喊吃不消了 金管会表示说 为了要支付巨额的保险金 依法保险业只要是报经主管机关来核准 那么就可以向外来办理借贷 目前也已经核准了 两家产险业者来申请 好 继续还要来看到 这个非常惊悚的画面 也就是香港男团Miro 昨天在宏馆开唱 却发生严重的事故 悬挂在舞台上方的LED大荧幕 突然间整个掉了下来 压伤了两位舞者 其中有一位阿猫 他的伤势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根据主办单位总裁表示说 现在阿猫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当中 他们也承诺一定会调查事故的原因 不过现在外界就在揣测 很有可能是当时荧幕的 这个钢索夹没有寄紧 或者是钢索直接断裂了 也有可能是有人来改动了 舞台机械的工程 才会酿起这一起意外 那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了 对于这个意外 他感到相当的震惊 现在已经下达相关单位 要全面调查 我们刚看到香港男团MIRROR的演唱会 发生了舞台的意外 现在也是受到外界的关注 特别的就是这个红馆开馆39年来 先后真的发生过许多次的演唱会的意外 还包含了伤亡的事件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了 其实在1993年 当时刘德华开演唱会的时候 就有男歌迷失足 当时是摔落楼梯而身亡 而到了2012年 郭富城当时也是开着演唱会 升降台的钢丝是突然断裂了 还好是没有受伤 好 继续还要来看到 就是在2018年 古剧机办演唱会的时候 也跌落了舞台 当时是造成了他的颈部 肌肉有拉伤 而到了2021年 其实当时张静轩开演唱会的时候 也有工作人员是掉了下去 是非常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外 那么像现在看得出来 这个意外频传 也让很多的歌迷很担心 那么往后一人在宏馆开唱 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好 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在昨天的深夜11点 就进入到的农历7月 俗称鬼门开的日子了 那么在各地都有许多的相关活 看到就是在北基隆的南湖尾 是一大这样的一个盛事 那么在云林则是虎尾普渡 有分七大区 往年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包含像是大型的冰雕 还有捏面人等等 都有很大的特色 那么今年政工所也特别是 在这个虎尾圆环 还有这个虎尾铁桥 以及通翠格规划了灯光秀 其他消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瑜 摄滩交保之后 在今天是现身台北市议会 而第一句话呢 他还是关心媒体的加班费 那么外界现在也非常关注 他接下来的动向 陈信瑜说是已经向台北市长 柯文哲来做口头请辞 也强调会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亲遇 然而这段话让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听不下去啊 怒呛说这一番说辞 让他想到了陈水扁 好 不仅人要争取权利 狗狗也要争取权利 但是呢 记得方法要用对 否则依旧会被开罚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在台中的 就是这一对夫妻 他们是在美术馆附近买房 但是呢 社区大楼有规定说 如果宠物要进出社区 要放推车 或者是呢 用链条来拴住戴口罩 走地下一楼的车道 但是这对夫妻呢 不到一个月之内呢 就频繁地带着自家的黄金猎犬 来进出社区大厅 所以管委会就对他开了 129张的罚单 一张1000块 那么夫妻两个呢 就不想缴了 管委会呢 因此告上了法院 结果一审法官认定说 社区的规约是有法律效应的 因此判这对夫妻 必须要付10.1万元给管委会 还有在感情事件受了杀想 讨回自己的权利跟公道 也要用对方式啊 新北市一名45岁的王姓女子 她不满前男友分手 必不见面 令结心欢 所以就印了宣传单 直接贴在前男友家门口 上面呢还写下了全名 而且还侮辱对方是渣男 结果现在呢 是被依加重诽谤罪来起诉了 判决出炉必须要拘役20天 那么律师也提醒了 说呢 直接张贴在住家 就算是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针对性太高 也是很有可能会触罚 好 政治焦点还要来关心的是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 柯志恩上午呢 公布了他的竞选团队 发言人5人年纪 平均下来是27.1岁 其中最熟悉的就是 被国民党的 最封为国民党最美的 发言人李明璇 因为呢他是在地人 又有丰富的政治历练 所以这次受邀 加入了团队了 好 不过呢 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启动竞选活动的市长陈奇迈呢 则是首度聘任了 专职的市府发言人 请到的是美女人气主播张燕青 预计在8月正式到值 而至于新北市的方面呢 新北市长侯友宜 到现在都还没有表态 要不要争取连任啊 那么如今更传出 说侯友宜有可能会脱党来选总统 对此呢 民进党新北市长 参选人林佳龙 来到了新北市议会 拜会民进党团的时候 也表示市民有知的权利 希望侯友宜说清楚 暑假出游去 今天带大家到宜兰 除了可以感受 田间华独木舟的快感之外 今年宜兰同万节呢 也设计了路上溜索 让大家来体验 空中飞人的快感 晚安 您好 是庄宇杰 欢迎您持续锁定 华视1300五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 马上要带着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五度对话 他们是在台湾时间的28号晚间 8点33分左右开始通话 两个人谈了大约两个小时 又17分钟 聚焦乌尔战争 还有美中合作之外 当然也抬到了这个台湾的议题 那么拜登就重申了一中政策 并没有改变 而且也不会改变 那么习近平的部分呢 则是警告美国要恪守一中原则 否则玩火比刺焚 但是呢 双方其实也没有谈到呢 像是美中 美国对于中国解除加征关税的一些相关议题 而双方会后的声明呢 似乎也有一些出入 因为中国官媒新华社就指出 说拜登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过呢 白宫的简报当中呢 并没有用到一个中国这样子的词 只有说呢 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这与我国外交部呢 则表示说美方在通话结束之后 第一时间有向我方来简报 而拜习的两人通话 外媒也相当的关注 像是NHK就报道了 拜登的民调现在呢 是跌到了最低点 所以呢 必须要避免跟中国的冲突 至于习近平方面呢 则是要面临二十大 所以他不希望呢 加深美中之间的一些对立了 好 新华社呢 则是报道说啊 这个拜习呢都认为双方应该要来时常保持联系 那么另外像是CNN跟路透社呢 则是在他们的报道或者是标题当中呢 特别强调中国说出的玩火自焚的言论 好 至于美国众音乐议长裴洛西的亚洲席呢 我们看到即将呢是在美东时间7月29号来启程啊 预计呢将会访问包含日韩还有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但是到底会不会来台湾访问呢 现在是还没有定案的 而对此呢 白宫方面呢 现在也都还没有做出相关的表示 至于我国外交部呢也同样没有做出评论 好 那国民党立委赖世保修认为说啊 只要想来的话那当然都欢迎 而民进党立委林静怡呢则认为说啊 现在呢影响他国重要领袖出访的行程呢 这样子的举动就看得出来呢 对于印太和平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政府了 但其实呢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呢 是美国总统继位的第二顺位啊 所以访问台湾呢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的确是严重的挑衅 因此呢中国现在也扬言了 说呢要是裴洛西访台的话 将会派出歼16跟歼20战机 在东海的上空半飞拦截 还有这一起非常惊险的车祸 是一名30岁的女子 当时她驾驶着自小客车 在高雄的大辽区凤林三路原本要回转 但疑似呢是因为操作不慎重彩油门 结果呢这个车子直接冲撞了五辆机车 然后又撞到了饮料店的柜台 车尾就卡在店里头 这一起意外造成了三个人受伤送医 那么这一名驾驶的九侧值为零 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理清 这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富巴汉将的外野手林哲轩 他日前是在新竹棒球场来铺接飞球 结果造成了左肩受伤 那么现在林哲轩跟富邦球团 决定要来动刀治疗肩膀的伤势了 不过这也等同于宣告赛季要提前报销了 而且预计呢这个附件的时间还长达八个月 这也让林哲轩呢在脸书上面发吻了 他说呢过去在美国打球的时候啊 从来都不用烦恼球场的问题 而且他也认为运动员呢要是有任何的伤势的话呢 都有可能会造成职业生涯的结束 他也说球员呢受伤了恐怕会让累积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 听得出来他真的非常的伤心 那么对于这整起事件呢 现在呢林志坚也回应了 他说呢球场开赛的期间造成了球员的受伤啊 他们做得不好真的是表达最高的潜意 他说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